其实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各方面的矛盾 大家就是说没有人直接的说出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不管是因为这个地区很复杂 有中国有缅甸也有不同的民族 比如德昂有德昂的军队 还有瓦族还有就是这个国感 就是好多个不同的军队在这个地区 所以每一帮都没有明确的讲出他们的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人直接的去说 而只是就是战争互相在打 但是谁也不愿意 谁也没有去讲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他們都是有不同的 motivations, 有不同的事情。 但是,我還知道, 在这些人身上, 人家没有关注的事情, 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 而有特别的事情。 唯一的事情, 并且很明显, 是我们在战争, 但是就是因为我